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漫威系列科幻爽剧 陈顿局特工第二集第六集 大家好 这里是王弟说剧 上集说到 斯凯发现扣森画出来的奇怪符文 其实是一张地图 西蒙斯也终于结束了卧底生涯 回归陈顿局与菲兹重剧 并且还偷回了一个含有九头蛇机密数据的硬盘 可谓是功不可没 但久别重逢的两人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激动 患有精神分裂的菲兹早已麻木 被泼了冷水的西蒙斯则略显尴尬 同时身材高调武功高强的莫尔斯也受刺在队伍中亮相 但亨特却不乐意了 因为莫尔斯就是他常常和大家提起的恶魔前妻 他不敢想象自己今后竟然要和前妻一起执行任务 可惜他再怎么闹也无法改变现状 另一边斯凯的父亲走火入魔 竟然把坊尖杯交给了九头蛇首领 而且还要和九头蛇联手消灭神盾局 看来扣森他们马上就会有新的危机了 镜头来到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格伦将军和多国官员齐聚会一室 开始对着镜头讲述神盾局给世界带来的威胁 谁料一众穿着神盾局制服的士兵突然闯了进来 二话不说直接开始杀人 嘴里还喊着神盾局不再躲藏了 他们使用的是一种类似于飞盘的武器 凡是被飞盘击中的人就会瞬间毁灭 格伦将军一看就知道 眼前这几个无恶不做的士兵肯定是假冒的 他们这样做是想将罪名嫁祸给神盾局 虽然格伦一直都站在神盾局的对立面 但他知道神盾局是一群正义化身的特工 绝对不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 然而这种低劣的嫁祸于人之际却效果甚佳 格伦的上级克里斯蒂安沃德是一名参议员 光听名字就知道这人绝对和沃德有关系 事实上克里斯蒂安是沃德的亲哥哥 他得知消息后打算亲自出手彻底消灭神盾局 不管格伦怎样解释 克里斯蒂安也根本听不进去 随后他直接在电视上发表演讲 张口就说神盾局是恐怖组织 并且明天还要召开联合国紧急会议 准备建立多国武装部队 专门打世界各地的神盾局组织 克里斯蒂安这么做恰恰中了九头蛇的下怀 另一边神盾局在得知此事后 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无论换作是谁 肯定都不能容忍自己被污蔑 更何况 如今的神盾局在扣森的不懈努力下 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不小的规模 他不能让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以亏 必须竭尽全力挽回局面 莫尔斯很快便调查到 袭击联合国总部的那几人 全都是为九头蛇效力的雇佣兵 显然是怀特博士派过去的 其中领头的人叫马库斯 据说他曾经差点把鹰眼杀死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他们使用的那个能把人湮灭的飞盘型武器 小队众人却从没见过 不过在九头蛇内部卧底多日的西蒙斯一眼就看出 这种武器是九头蛇的爆破专家敏郎发明的 同样卧底过的莫尔斯也想起来 敏郎在日本冲绳有一间专门研究武器的实验室 于是扣森立即下令开始行动 让梅林达、莫尔斯和亨特组成的三人小队前往冲绳 主要任务就是查明九头蛇下次袭击的地点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及时阻止 而留在基地的队员们也不能闲着 西蒙斯负责彻底翻查从九头蛇那里偷回来的硬盘 看看九头蛇还有没有研发别的致命武器 斯凯则来到地下室找沃德挤压膏 这里不得不聊一下沃德那神奇的自控力 自从他被关在地下监牢里后 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开始健身 但是这个地下监牢里根本没有阳光也没有时钟 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个千锤百炼的精英打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物中 斯凯准备和他聊聊关于克里斯蒂安的情报 可沃德貌似对这位亲哥哥并没什么好印象 嘴里不停叨叨着 自己小时候是怎么被哥哥虐待的 总之在沃德眼里克里斯蒂安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另一边 梅琳达三人开着昆士喷气机 很快便降落在了冲城 由于敏郎到实验室戒备森严 硬床肯定不行 所以三人的计划是 让莫尔斯利用九头蛇的卧底身份 去与敏郎会面 并套取情报 不过这么做是有风险的 莫尔斯也不敢保证 他的卧底身份有没有暴露 但值得一试 于是行动立即开始 为了骗过实验室门口的守卫 莫尔斯连枪都没带就进去了 亨特和梅琳达则留在喷气机里 通过入侵监控探头 密切监视情况 没想到行动十分顺利 莫尔斯与敏郎会面后 凭借高超的演技 三言两语就把他忽悠的神魂颠倒 随后他更是直接与敏郎嘴对嘴交流 看见这一幕的亨特 表示自己毫不在乎 毕竟自己之前在麦阿密 也勾搭过性感女助理 没办法 特工就是这样 只有不惜一切代价的讨好目标 才能获得胜利 此时 敏郎已经完全对莫尔斯放下了戒心 谈话中 他向莫尔斯透露了两个信息 一是 九头蛇最近正在筹备预言者计划 而预言者指的就是封建碑 不过 这个计划在本集中并没有体现 小伙伴们只需要知道 有这么一个计划就行了 二是 马库斯他们袭击联合国总部时 使用的飞盘型武器名叫分裂炸弹 顾名思义 分裂炸弹的作用就是 能把击中的目标无限分裂成粉末 可以说是非常恐怖 敏郎还说 马库斯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是要去比利时找一个叫贝克的人 莫尔斯听后立马意识到 贝克很可能就是马库斯他们的下一个击杀目标 这时亨特突然拦截到了敏郎手下收到的一条信息 点开一看 糟糕 莫尔斯的身份暴露了 莫尔斯这边 他正和敏郎相谈甚欢 身后一名杀手突然要开枪杀了他 好在亨特及时杀到 梅林达也紧随其后 两人迅速抠动扳机配合莫尔斯 很快便控制了局面 亨特说 还不快谢谢我的救命之恩 莫尔斯表示 你在想屁吃 随后两人就莫名其妙的吵了起来 一边斗嘴一边把挣扎起身的敏郎给崩了 随后三人开始分析情况 贝克之所以会被九头蛇盯上 因为他是比利时的外交部长 由于比利时是中立国 并没有同意加入围剿神盾局的计划 对神盾局的态度也相当友好 如果外交部长贝克被杀掉 即使是中立国也会同意克里斯蒂安的计划 届时 神盾局就真的孤立无援了 于是 三人向扣森报告了情况后 立即动身飞往了比利时去保护贝克 秘密基地这边 西蒙斯和菲兹正在实验室里 一起研究着硬盘内的九头蛇资料 但可以看出 这对曾经的最佳默契组合 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样默契了 就连关系都变得有些僵硬 本来 菲兹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但自从西蒙斯回来后 他的病情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这时 菲兹突然指着一幅九头蛇的古董设计图 貌似想要表达着什么 但他又犯了失语症 说的都是一些与九头蛇毫无相关的废话 西蒙斯猜不出他到底想说什么 逐渐失去了耐心 终于 菲兹情绪爆发 跟西蒙斯吵了一架 责怪西蒙斯在关键时刻离他而去 直到麦肯闻声而来 两人才结束了吵架 相比于西蒙斯 麦肯却有足够的耐心对待菲兹 因为麦肯知道 每当菲兹不停地说一大堆废话的时候 那就说明他有重要的事情想要表达 另一边 克里斯蒙斯还没有意识到 他正被九头蛇牵着鼻子走 只想快点解决神顿局结束麻烦 扣森为了阻止克里斯蒙斯不得不亲自出马 不然 明天的联合国会议后 神顿局将成为世界公敌 克里斯蒙斯见状还想打电话叫保安 然而扣森是有备而来 一个小时之内不会有任何保安接电话 随后扣森将真相告诉了他 神顿局是无辜的 九头蛇才是袭击联合国总部的罪魁祸首 希望克里斯蒙斯能在明天的联合国会议上 帮助神顿局澄清事实 对此 克里斯蒙斯却表示 我当然可以维护神顿局谴责九头蛇 可万一引起民众恐慌谁来负责 至少我得抓个像样的敌人 不然怎么向民众交代 扣森貌似早就料到克里斯蒙斯会这么说 于是决定把身为九头蛇的沃德交给克里斯蒙斯处理 这样他对民众就有了交代 也就不用针对神顿局了 克里斯蒙斯听后立马答应了扣森的提议 但让扣森不解的是 眼前的克里斯蒙斯与沃德形容的那个坏哥哥不太一样 看得出他很担心沃德的安危 也很了解沃德的为人 说沃德从小就谎话连篇 根本不值得信任 而且自己也从没有虐待过沃德 扣森一听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镜头回到秘密基地的监牢里 沃德告诉斯凯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克里斯蒙斯 他的一切表现都是用来操控别人的手段 我知道我是个烂人 但我的哥哥更烂 然后开始诱骗斯凯放他出去 说可以带斯凯去见父亲 好家伙 这兄弟俩是要闹哪样 到底是哥哥在骗人还是弟弟撒了谎呢 但不管怎样 沃德在这间地下监牢的小日子算是彻底结束了 很快他将被神顿局转移去见自己的哥哥 然后会被公开受审 当沃德得知这个消息时 瞬间变得情绪激动 他貌似非常害怕见到自己的哥哥 可惜对于扣森来说 沃德已经没有了用途 实验室里 麦肯终于从菲兹的一大堆废话中 听出了菲兹想要表达的东西 原来这张设计图纸上的炸弹 在20世纪40年代 由一名九头蛇的科学家文森特设计 不过炸弹不是重点 重点是文森特的祖孙 正是比利时代外交部长贝克 也就是说贝克也有可能是九头蛇的一员 随后斯凯查询了贝克的详细资料 发现贝克的确和九头蛇有过往来 可问题就在于 九头蛇为什么要把自己人定为猎杀目标呢 答案只有一个 他们被九头蛇耍了 这段剧情不太好理解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敏郎被崩死之前 当时敏郎故意对莫尔斯说 马库斯他们要去比利时找贝克 这让莫尔斯误以为贝克就是猎杀目标 但事实上 九头蛇早就和贝克串通一气 身为外交部长的贝克 和驻扎在比利时的神盾特工有密切联系 所以 马库斯他们去比利时找贝克并不是要杀他 而是要通过贝克 找到他们真正的猎杀目标神盾特工 当然 这么阴险的计划 敏郎肯定想不出来 毕竟他只是个造炸弹的 一切都是怀特博士在幕后指使 扣森意识到这一点后 立马通知梅林达三人迅速调转方向去保护比利时的神盾局特工 可惜太晚了 当一名比利时的神盾特工回到安全屋时 发现贝克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而贝克身后是几名神盾特工的尸体 马库斯等人随后也出现在了安全屋 直接把一枚分裂炸弹插进了神盾特工的身体里 神盾特工瞬间化为飞灰 下一秒 梅林达三人终于赶来 双方展开了激烈打斗 马库斯貌似用完了分裂炸弹 不得已掏出了锁链飞刀与梅林达对阵 另一边的亨特和莫尔斯则配合默契 将其他的九豆蛇杂鱼主意撂倒 而马库斯凭借锁链飞刀加持大战上风 但他不知道梅林达是一名铁骑 疼痛只会激起他的斗志 马库斯等人全部被干翻后 梅林达向寇森报告了情况 由于他们来晚了一步 没能及时拯救比利时的神盾特工 最终神盾局总共损失了六个人 事后 格伦将军带领军队来收拾残局 马库斯和外交部长贝克都被逮捕归案 临走前 格伦还对牺牲的神盾特工表示了惋惜 并与梅林达握手 从这里也能看出 格伦已经开始逐渐认可了神盾局的存在了 经此一事 莫尔斯和亨特短暂交谈了一番 亨特看上去还是无法接受与前妻待在一块 准备离开神盾局 对此 莫尔斯倒也看得很开 他告诉亨特 你想留下那就留下 不想留下的话 起码别把自己搞死就行 秘密基地中 西蒙斯找到了正在修摩托车的麦肯谈话 想要感谢麦肯这段时间对菲兹的照顾 麦肯则对西蒙斯道出了一个事实 虽然西蒙斯之前和菲兹的关系非常要好 但不可否认的是 现在导致菲兹病情越来越糟糕的唯一因素 就是西蒙斯的突然出现 对此 西蒙斯含泪回到 到了第二天 克里斯蒙履行诺言 在联合国会议中 被神盾局洗清了冤屈 同时 扣森也给沃德戴上手铐蒙上头套 送进了球车 开始转移沃德 沃德明白 自己一旦落入哥哥手中 绝对没有好下场 于是在转移的途中 他闭上眼睛握紧大拇指 轻呼一口气 卡巴以下以手指脱臼为代价 挣脱了手铐 负责押送的士兵们 也被他瞬间打倒 就这样 沃德成功越狱 镜头一转 一名神秘男子走进纹身店 让纹身师按照自己设计的图纸 在他的胸前后背 闻上了被斯凯称为地图的奇怪符文 这名神秘男子 到底是如何得知这些符文的呢 斯凯又为什么要称其为地图呢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集分解 对了 喜欢王帝说句的 别忘了订阅我